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一家水下博物馆 大西洋博物馆 在距离海面12米的水下 博物馆里的雕塑们紧密地站着 这组水下雕塑位于蓝萨罗特岛的海岸线 共300余座 被命名为《沉默的演变》 由英国艺术家詹森·迪凯雷斯·泰勒 历时三年设计建造而成 是欧洲第一座水下当代艺术博物馆 该博物馆中 雕塑是已曾生活在加纳利群岛的原住民 关系斯人作为原型 里面还有一个个当代世界的所有 绝望的难民 还在自拍的恐怖分子 以及一些像人遇上动物 遇上植物的四不像 泰勒说 他的作品是为了向那些 热爱海底世界的人表达敬意 同时是为了引起人们 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关注 加强人们的环保意识 而承载海底最奇妙的地方在于 随着时间推移 这些人类的作品 会慢慢被海底居民接手 成为生活在海底的章鱼 海胆和鱼者的殖民地 参观此博物馆需要乘坐小船 扶钱到海底参观 只是不知道在深海中 看到这么一群雕像 会是什么感觉 看完这个视频 有想说的 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啊 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 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 欣赏最新奇的创意生活 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